歡迎收看國光... 很棒喔 你被偷過最慘痛的經驗是... 就偷車子 而且同一部車還被偷兩遍 對 我跟你講 演藝圈有這樣子的福氣的 大概就只有你跟榕翔 榕翔也是一部車也被偷兩遍 我覺得因為那個車被偷 後來跟榕翔變滿好的朋友 最慘的就是我媽媽喔 裡面包鍋大概有三十條的金條 那我媽媽她頭腦很好 她是藏在哪裡你知道嗎 是 哪裡 藏在浴缸 以前舊式的那個浴缸 你看我媽媽是全部... 藏在裡面 遭小偷的時候 就全部都搬了一個鏡頭 連裡面那邊有一個洞 有兩個男生跟我進電梯 我不曉得嘛 我以為住同個大樓 我要出去的時候 就有一個累我脖子 我就被壓在地下 一個就蹲下來壓著我 拿刀子 另外一個就按著電梯 就是說叫我把身上錢拿出來 我就起來 我說你碰我大家一起死 我是打工的時候呢 那時候呢 這便利商店上大夜班被搶 你們沒有這種經驗了吧 還想到 現金小偷作案手法層出不窮 讓人防不勝防 到底該如何預防這些隱藏 在生活中的第三隻手呢 今晚國王幫為您請到專家 與有類似經驗的藝人們 一起來聊聊世界的經驗吧 歡迎國王幫忙 我童康 春鵬 我其中環 大家好 在旁邊是 大家好 我是TAMMY 其實我們在生活上 常常會遇到一些 比較倒楣的事情 或者是自己不願意碰到的事情 可是呢 其中有一件事情是 最令我們憤怒的 強啊 強啊 今天我們請到這四位 這四位厲害 被偷的可是精采 我們一個一個 把他請出來好不好 好 首先歡迎 我們最美麗 身材最好的學姐 楊麗晶 歡迎 歡迎 謝謝 謝謝 最喜歡妳來上節目 曹天丹 太厲害了 熱魚家... 好 請問一下 這是最新出的書嗎 對 因為 最近很流行熱魚家 那這個方式就 叫妳在家裡 可以慢慢的學習 適應熱魚家這樣 學姐 學姐會不會太美啊 妳知道嗎 這個景都我去找的 楊麗山 那台灣的風景很棒 真的 太漂亮了 學姐 這個裡面 我看裡面不只包含瑜伽 還有包含飲食對不對 對 飲食還有上班族的時候 辦公室的一個小小的一些瑜伽 讓你坐著沒有場地就可以練 其實我覺得 因為它帶給我身體很好 我希望每個女生 都可以漂漂亮亮的 是 妳被偷過做最慘的一次經驗 是損失多少錢 最慘的應該是家裡吧 大概 不是 我跟你講我很倒楣 我那時候從香港回來 我要參加金馬獎 然後那時候就是 把所有的行頭拿出來 就是包括一個 那個 蕭邦的賺表 那是我第一次拍戲 賺錢買的 然後還有一些 就是紅寶石什麼的 然後因為你參加金馬獎 那些你一定會 我以為妳沒有行為 現在都沒有了 你不要騙 真的 然後就是 因為那時候 他金馬獎 你總是要有像樣的行頭 然後就那時候 因為我們家開一樓 你知道我會跟媽媽買一些珠寶 好了 把它放在抽屜裡 而且我那天招竊 是很誇張的 怎麼樣很誇張 是下午時刻 不是晚上 不是深夜喔 叮咚 注意 小偷都不是在半夜才會來的 雖然也有 可是有很多是下午去偷的 對 大家要注意喔 而且我覺得最誇張的是 我是三點出門 五點回家 那我就想說 要把那些手勢啊 收一收 拿去保險箱 很恐怖的是 他是從中庭進來 所以管理員都沒有看到 那我進來我還不知道 我家被偷 我只是覺得說 我到房間看 我說手勢 全部都只剩盒子 那個錶也只剩盒子 然後我就覺得不對 東西又不見 然後去看我的那個 那個手提電腦 也都不見 然後才看到那個 中庭花園那邊有個手印 蜘蛛人 對 有個手印 然後就 後來才發現被偷 然後就報警 報警來看 因為它是... 我後來發現說 因為剛好我們是住二樓 其實二樓的失切率是最高的 好險... 你知道為什麼嗎 好爬對不對 不是 因為它譬如說 一樓餐會有遮雨棚 或者有一些人 它會後面多蓋尾件 對 或者鐵棚 然後它就根本爬都不用爬出 安全梯就跨上去 還有偷二樓的東西 翹頭最方便 對啊 對 然後還可以跑 而且還有這儀棚 還有那個這樣 也不會受傷 對 然後呢 還有就是一點就是 因為那時候陽台嘛 我把它清得很乾淨 所以變成說 它只要把鎖一剪開 人一爬進來 直接... 就成功 因為我們都會注意門口的鎖 你往往都不會... 就防到說... 防裡面的 所以以後大家出門的時候 陽台上撒碎玻璃 沒有 我覺得要有障礙物 要有障礙物 要有障礙物 那時候我是覺得很害怕 因為我一個人住 我就覺得說 你是不是監視我很久 不然我才五點出去 我三點回去 五點回來就不見了 它那天其實不只要結這個 它還要結色而已 好 請坐 好...謝謝 謝謝 而且已經覺得我很棒 不會啦 來 接下來我們歡迎第二位 也被偷得很慘的 大帥哥一陣 來... 好... 好 歡迎... 金次來是不是 金次來... 那你被偷過最慘痛的經驗是 就偷車 而且同一部車還被偷兩遍 對 我跟你講演藝圈有這樣子的福氣 大概就只有你跟榮祥 榮祥也是一部車也是被偷兩遍 我就是因為那個車被偷 後來跟榮祥變滿好的同伴 那你偷車是被那個 乳車勒索是不是 乳車勒索 兩次都是 兩次都是 第一次是到這個醫院看朋友 就上去兩個鐘頭 我還想我那個車喔 因為那時候跟朋友買一個 中國賓士嘛 也滿愛惜他 我想也有忙 這個車多少還是有點風險 是 停車的時候已經選在這個 便利商店門口 安全 安全吧 兩個小時後下來 車不見了 對 他一停好路燈就搬走 車子就搬走 連便利商店都搬走 便利商店門口 我想便利商店應該有監視錄影帶 對 跑去問 你們監視錄影帶可不可以借我 稍微看一下 對不起喔 我們監視錄影帶只有我 沒有 那一台車被偷兩次 他第一次偷走的時候 跟你勒索多少錢 第一次偷走 那時候是晚上嘛 是 結果晚上都沒有動機 你知道早上八點多 電話就來了 他說 他也知道我是誰 因為我裡面喔 那時候在拍戲嘛 你知道拍戲的人 幾乎車子裡面 所有你的劇本啦 戲服啦 戲服啦 什麼啦啦啦 甚至一些配件 全部都在裡面 所以他也知道我是誰 林先生你車現在在我們這裡 那也不多啦 我給你要個十五萬 十五萬我已經覺得不多了 其實你想那個車 你車比較好 榮翔十萬 不是 我也跟他殺一下這樣子 哪有買東西不殺一下 他這個我們也要殺一下 燒到十萬 好啦 反正講到十萬之後 好啦 那就十萬了 十萬 但是我後來問他 怎麼確定你這個車到底會還我 對啊 對 他說我給你一個電話 你去打 這個是上一個車主 你去問他我們 不會吧 好厲害喔 你相信了嗎 你打了嗎 你就打了 我真的打 誰白癡啊 人家怎麼可能真的呢 我不曉得 你知道人家車子掉的時候 你是什麼 人家說什麼 急啊 對不對 其實就算他不給我這個電話 其實我也是躲了 但我還是打了電話 那我不曉得這個電話 到底是真的那個屍主 還是事實上也是 也是他們集團 應該問我的 後來想想也許有可能 他老弟吧 我還是打這個電話問了一下 他說太裝很衰的樣子 他本來以為我是那個魯車集團 他說對不起 我跟你一樣 我的車被人家偷走了 他先跟我要十萬塊 那請問你的車是不是也給他 給他偷走 然後跟你要錢 他車最後也沒有還你 他也是罵了半天說 有了 有還我車 我心裡說 好啦 既然有做口碑 相信這個傷率還蠻高的 好好騙喔 好好騙喔 馬上會十萬塊進出 當天我還要拍戲啊 坐計程車到剛好到楊梅 還真遠奇怪 那邊劇組為什麼排那麼遠 坐到楊梅拍戲 就一整天那個手機啊 一直想 不是一直想 因為還是要拍戲 弄震動 不離身 之前本來都會放在哪裡 拍戲不要受打擾 一整天就放在口袋裡 也無心拍戲了 也不知道台子在講什麼 也不知道在對什麼戲 反正就一直想 這個手機為什麼還能動 結果錢匯過去了 第一天沒有消息 他也很晚了 被騙 當天晚上一定很痛 不想的預感 睡不著 吃不下 想不要車沒了 連這個錢 也被弄了 還得夫人又扯兵嘛 還多撇十五萬 對 然後想打著要去銀行 看到底這個錢 到底怎麼樣 是被領走了還是怎麼樣 還是人家他們還沒來領 因為照理說應該很快啊 一匯進去 你到銀行隨便一查 錢有沒有進去就知道了 晚上也不好意思問銀行 隔天好不容易熬到早上起來 過了九點 馬上打電話給銀行去問 說拿一個帳號 照著那個匯款的帳號去問一下 我說現在這個 已經關掉了 晚上 已經心裡想放棄了 十一點都電話來了 那個易先生 你那個車現在在 這個彰化的張南路 還不錯耶 有口碑喔 我正想罵人 他說 說你幹嘛把我車停那麼遠 正想罵人說你趕快去 到時候我們已經義務做到 到時候你再被鞋牽走 就不是我們的 你不要說是我們這個集團做的 好 馬上計程這一叫 高速公路 包進人車下去 包進人車下去 對啊 十萬都付了 這幾千塊OK的 可是你那時候再去坐公車 到那一車就就唸了 我還坐筒子 慢慢下去啊 不可能 就是計程車一包就下去了 所以就拿回來了 就拿到了 到了彰化 那個計程車自己跟我講 張南路二段很長耶 從台中社一直到日月潭 整條路都叫張南路 你是哪一段的張南路 我說真的嗎 不是只有一小段 我知道憑自己的直覺 我想 小偷 絕對車不敢停在什麼 很明目張南 絕對是很偏僻 好 往山上走 一路山上 過了一個鄉鎮 一開始 又是開始張南路一段 又過了一個鄉鎮 反正整條是張南路 只是分區分段 開了一個多小時 已經快到日月潭了 沒看到我的車子 我想說 被糊弄了 又被騙了 生氣了 被騙了 正想放棄 那司機大概也知道我什麼狀況嘛 沿路其實我們就在聊這個事情 他說 沒有啦 我一起來是坐後座 坐後座 他賣同情我 我說算了 大概被騙了 他說 其實離台中市最近那段張南路 你可以試著去看一下 結果 就原路回來 結果車其實就在高速公路下去 沒多久 那段張南路偏偏我 繞到我又繞去 我的車真的哪 天啊 遠遠看 我剛到我的車 我還不敢接近喔 我怕會不會是一碰他就 你的電影看太多了 不是 因為照理說你都會覺得 他們可能就把你車 已經弄得差不多了有沒有 對 所以真的很怕一碰就解體 一看 還好 鑰匙沒打開 音響不見 之前的還是拿走了 後來我自己在想 為什麼弄了兩天才給我電話 因為那輛車有改 車買來就改的音響 大概花了快二十萬 整個後面的音響是用那個木板 然後什麼擴大機 電話器一堆 固定的 拆那個東西大概不好拆 所以我在想他們花那兩天時間 大概就在拆那個東西 好啦 欣賞 大理商車子裡面沒事 車一發動 正要開 這麼有點高高低低的 趕快下來看 天啊 四個輪胎完全不一樣 我都換掉 我都換掉了 因為那時候就改車 把車也都全部改 那個原廠的鋼圈輪胎 還滿值錢 一個四個輪胎加起來 也將近十萬塊 全部拔掉 然後他換四個完全不一樣的輪胎給我 這時候我才開始擔心 到底我的車還能不能開啊 對 已經很晚了 到那邊已經一兩點了 剛好有一些修車場 為什麼 我說麻煩你把我車那個 螺絲鎖好就好了 我也怕車開到一半 沿路還要從彰化 不是 你沒有看引擎嗎 一打開引擎 還好 還好 一千兩百CC的 瘋掉了 原來人家還是有這種恐慌 還是有 我看內裝還滿煩 後來是因為車剛剛第一次 才知道輪胎不一樣 你事後 比如說你被偷一次 你事後再開車子出去 會不會裝東裝西暗鎖大鎖 什麼鎖 真的有沒有 被偷了這一次 那其實音響還是要聽 就沒改那麼好 改稍微簡單 輪胎也還是有稍微再改一點 不管再花大錢 總覺得說這個車隨時可能 又再發生一件事情 心裡有那麼毛毛的感覺 但是這次到修車廠 就是要幫我裝一個暗鎖 就有一個開關 這一開 它可以把所有電門都關掉 關掉 就是你發動 就算有藥 發也發不動 是 你剛開始幾個月 還滿常用這個東西 結果後來也來了 後來又沒戒心了 兩年之後 車子用不見 同一台車 又一次 這一次是多少錢 整個車都沒回來 十萬塊 或是車就沒回來 你又會十萬塊 接下來我們要請這位厲害 這位被偷可慘了 楊秀慧 歡迎 你好 你好 歡迎 你好 請問你被偷過最慘的一次經驗 是 一次最慘的就是我媽媽 她不喜歡把一些首飾 重要的東西 放在那個銀行的保險櫃 她認為這樣很麻煩 是 就說我要出門 我今天為了要戴一副耳環 我跟他坐車子 說要配這塊好嗎 配那塊好嗎 是不是很麻煩 是 她結果就把她所有重要的東西 妳全部 沒有啦 沒有啦 三分鐘才打死 打死了 沒有啦 沒那麼嚴重的啦 在那邊給妳知道 了解 裡面包鍋啊 大概有三十條的金條 那金條是四方形的 最少有一兩 最多有五兩 不是啦 是九九九成金 頭難的時候要用到 那我媽媽她頭腦很好 它是藏在哪裡你知道嗎 藏在浴缸 以前就是那個浴缸 那麼浴缸底下 這邊有個四四方方 是有四個螺絲 可以轉開 修浴缸的塑膠 那種塑膠型的 對 塑膠型的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用過那種浴缸 很老了 那我媽媽是全部 藏在裡面 用那個塑膠袋 包起來 都包好就放在裡面 結果有一次也是 招小偷的時候 就全部都搬了一個進空 連裡面那邊有一個洞 這個奇怪了 怎麼會知道呢 是不是熟人所為啊 不是 我是覺得說 那個是不是有金屬探測器 或什麼之類的 要不然沒有人會知道 專業小偷 沒有 也許那個牆仔 他自己也這樣藏起來 哪有啦 我有藏這邊喔 有可能 是嗎 有那麼厲害 結果我媽媽就學聰明了 後來她就把重要的東西 藏在哪裡你知道嗎 在 藏在冰箱的冷凍櫃 超前一圓 第二圓 第三圓 第三圓 第四圓 最重要的 現金都把它放在裡面 妳現在說出來都沒口氣了 不是 因為我們現在看上去 才會認識這個人 這個地方沒有東西 到最後你我爸爸 他有養魚嘛 我爸他收集那個茶壺 有一兩百隻 如果說養得很漂亮 他收起來不泡 不泡以前的人都很囂張 你知道嗎 他就用金子 金子去空 對 空起來 嘴巴也空 那個壺的那個把手 這樣講起來 你們家好像 很心 這個我要說你們就知道 因為以前我們家都做秀 像我爸爸 我媽媽陪我爸爸全身跑 他可能 輪一圈回來 可能要三個月才回到台北 那像我們 那他就是卡 就是卡的天堂 對啊 那我就是去唱小秀 一檔最少都要一個禮拜 然後就是回來 也大概一兩個月 所以我覺得那個是怎麼 接下來介紹這一個 也是被ㄎ到一個有經驗的 來 那我們歡迎 大餅 好 不好意思 大餅剛剛在後台被ㄎ到 不好意思 他說 他哭完大家的那個故事之後 覺得自己應該不算被偷過 所以他就先走了啦 不好意思 不會... 來...大餅出來 來...快 你現在... 你們經理也太大了吧 來 小兔子來 小兔子 講一下 你最慘痛被偷走的經驗 我被偷過最貴重的交通工具 就是國中的時候的那個跑車子 腳踏車... 那還有別的嗎 所以一定要金額這樣 等一下 把我放在最後面 我根本就可以在前面你們 還在播片頭的時候 我就出來把故事講完就好 請問講下次還... 有啦 我被偷過最慘痛的一次是 有一次我在錄影的時候 你知道錄影常容易被偷東西嗎 對... 然後... 可是那次其實是有不幸中的大慶 就在我的一個... 就是像皮上的包包 然後我把它放在化妝台上 然後那個時候 因為我們公司的人 也陪我一起進去裡面錄 所以那天有反串的東西 所以他們要進來幫忙 所以那個箱子就這樣被閒置在 那個中式的化妝台上面 後來等我出來以後 我打開我要拿一個 我非常重要非常心愛的東西的時候 我發現它不見了 鑽石 什麼東西 金錶 電動玩具對不對 電動玩具 我不准你這樣說它 那我知道了 什麼 你的小寶貝 我的小寶貝 那個... 你拿下一方機箱 你給我看看 好嗎 到底是什麼 是PSP 好 那個... 可以啊 可以回去 我剛剛那張全部剪掉 你知道 兩千塊給它可以了 那是Sony送我的 他們一出的時候 他就送我 再加上裡面那個記憶卡 是我自己又花錢買 就是2G的 然後那記憶卡裡面的記憶 是我玩了多久的 你這樣講我就感受得到 對 他們沒有玩天的玩具 他們不懂 從他們空盲的眼神看出來 他們一點都不懂 你知道 當我們過關過到這麼辛苦了 就把我偷走 你機器打中 你記憶卡留下來吧 所以... 你這麼難過 你有玩過什麼遊戲啊 有玩過什麼遊戲 最近在玩惡魔獵人 惡魔獵人 你這一次... 惡魔獵人是PS2的耶 偷的 這種遊戲 精神上的損失 我該被偷對不對 很難 但是金錢可以很難 其實我覺得偷我PSP人 可能是一個就是廖天丁本人吧 因為他... 我的PSP下面就壓在一個 新鋒裡面裝了20萬 但是他只拿著我的PSP 那你很幸運啊 但是你知道 我仔細回家想一想 就是說PSP跟20萬 就是... 之後他偷走PSP 我還有被搶過 被搶也很慘痛 一個清晨在台中 然後我載著當時我的女朋友 然後他抱著我 然後他的包包是斜肩背的 歹徒就從旁邊接近 可是他接近的時候 我以為是一個... 因為當時是... 那時候我在一個酒店上班 我是吧檯 然後我女朋友是會計 然後我們兩個就回家嘛 結果... 當時就已經4、5點 結果那個兩個歹徒從旁邊靠近 我還以為是送到 或早起的貝貝要來 就搭訕問好什麼 真的滿臉笑意 要轉過去看他們的時候 就... 整個已經就被出來地上 那這一段就是空白嘛 可是等到我有記憶的時候 就是我已經站起來 要往前狂奔 然後那個歹徒就拉著那個 我女朋友的皮包的袋子 然後我女朋友就整個人 就被拖醒這樣子 然後我就在這邊看了 兩個人騎摩承 然後拖著我女朋友 然後我女朋友後來 背都爛掉幾乎 就都擦爛 好像西部店裡面的英雄 有 我知道後來那個 燒浪時東有演一部類似的 對... 但是就是... 後來拖了一段以後 我就追上去吧 因為他沒辦法搶起來 就把他放開 所以他包包是沒有被搶開 他有拿刀子嗎 拿刀子 我有被人家拿刀子 我一個人 那你沒有跟他... 他拖著一個人的錢 沒有... 因為我那時候就是很窮 沒有錢 我才二十歲 剛到香港拍戲 然後那時候就是 有兩個男生跟我進電梯 我不曉得嘛 我以為住同個大樓 那你一定就是拿水電費 在那邊看 那時候他們在我背後 所以那時候都沒有房人 以後坐電梯 不要人家在你背後 我要出去的時候 就有一個人 我就被壓在地下 一個人就蹲下來壓著我 拿刀子 另外一個就按著電梯 就是說叫我把剩下錢拿出來 我那時候很窮 我一個月只有兩萬塊 所以你就把帳單給他 他就去繳了 對 我那時候只有一百塊啊 那想說怎麼辦呢 又怕他拉我回家 我真的怕他拉我回家 我一個人住 那時候你真的人在外地 就想拚了 剛好就是 我朋友送我一個那個 鑰匙圈裡面 是有個小扁鑽 他把我塞進去 鑰匙圈裡面有小扁鑽 因為... 因為他把我塞進去 因為他說 因為那陣子香港滿亂的 很多強案 他說你一個人 常常進進出出 再給你防身 當你抓那個東西 你就想說 我只能自己保護自己 鑰匙圈裡面的扁鑽有多大根 那個扁鑽它就夾著 夾著那種三角的 挺多這樣吧 對 就那樣 有哪個歹徒看到這出來 問題是你要知道喔 我在下面 他這樣壓著我對不對 可是我手抓著鑰匙 我從下面一把 就從下面指著他 比他指我還近 然後他就像拍戲一樣這樣 我就馬上就貼到那個牆 我就起來 我說你碰我大家一起死 真的 因為你覺得沒有人 能夠把握到他 碰我大家一起死 不是 你碰我大家一起死 碰我大家一起死 你那個廣東話怎麼講 你還在那裡 然後他就拿起來戳自己 沒有 他嚇到了 沒有... 那他們兩個也被我嚇到 結果這女生怎麼那麼有氣勢 就一個對望 然後就從電梯跳走 我那時候就眼淚跟腿 就一起軟下來一直哭 我哪... 哪知道會打啊 我們平常演戲演法是對的嘛 是喔 對望 不是 你連變強不比我精神 沒有 我跟你講 我那年的那個生日禮物 你還有 我那年的生日禮物 我收了十把刀 長的短的 那隱藏式的 每個都送刀子給我 因為他覺得說 那一個套座 覺得你很容易被搶對不對 不是 就是防身 我那年我收那個禮物 我都笑了 算了 我先走好沒關係 而且還可以吊... 我做... 他那個也還不錯 有一個囉 對...來 預備 去 我去打工的時候呢 那時候呢 在便利商店上大夜班被搶 你們沒有這種經驗了吧 而且我告訴你 那個歹徒已經拿刀 但你知道我的歹徒 比你的歹徒有喜感 他拿刀喔 然後今次錄影機有拍到 因為我當時才十五歲 對 十五歲 我那時候還念武傳 然後遇到搶案的時候 我心中第一個感覺是 這種事居然也會輪到我 對 就說你怎麼是自己嗎 然後你心中明明 其實有點害怕 但不知道為什麼 那個害怕轉到你的臉上 卻變成了笑意 就是... 很想笑就是忍 然後那個... 結果那個... 因為歹徒他可能也在外面 就是... 徘徊很久 對 然後才衝進來 後來他看我 已經忍不住笑 他一開始 自己很想笑 結果就我們兩個都是 拿太... 然後後來他覺得 這個情況不能再失控下去 他就拿... 跟他本來一直抖嘛 他就有點想笑 他情緒一定相當複雜當時 然後他就看我 已經快笑出來 他就大聲的喝止我 叫我 然後他說 你不要笑的 你不要笑的時候 就掉下去了 然後倒下去之後 我們兩個這樣 就剛剛就倒下去 然後他就... 他就看... 然後他就看我 然後就趕快自己撿起來 就趕快拿出來... 繼續搶 對 我就趕快給他 因為我們店長交代說 歹徒來搶你就給他 然後我就給他就走了 然後我就... 他走了以後我就蹲下來 在那個櫃台笑了好久 然後才走進去叫冰箱 我被搶了耶 以上大家的經驗 有被偷的 有被搶的 那現在我們就要請到一個 他們的克星 就是騎仔的克星 讓我們歡迎 中央警官大學 開鎖宿教官 謝文苑先生 現任職於中央警察大學 開鎖宿教官的 謝文苑教官 號稱是台灣開鎖界的 第一把交椅喔 厲害的謝教官 今天將會告訴我們 如何正確防範 被偷竊的秘訣喔 好 這個教官已經來了 是 很像越南新娘在講說 剛才你有聽到他們這些 這些他們的過程嗎 沒有 我這樣 從這個角度看過去寫 他們幾個的共同名字 被害人 對 被害人 這些被害人 你聽過他們被害的事蹟之後呢 你有沒有什麼建議給他們 有沒有特別想跟哪個交往 其實他們 他們可能像一陣買車 對品牌講究 對馬力講究 然後對配備也講究 但是對安全兩個字 你就叫將究 可能你不是很瞭解 那麼很多的防盜知識 我剛剛聽你們受害的經過 幾乎你們是三部政策 第一個叫 再來不清楚 再來不要用的 這三部 然後你們對切刀案 大概我看得到是三張 你發生絕對緊張 你在報案是慌張 那事後可能有一點誇張 教官是哪 教官你有練過相聲嗎 對 相聲 對 對啊 對啊 請問一下那個謝教官 是 你個人碰過那種最誇張 最離譜的那種小偷事件 最誇張最離譜是吧 對 我在台北縣的樹林抓過一個偷車賊 也是偷車 他偷一台 N開頭廠牌的車 國產車 對 對 那麼那部車 因為我抓那麼多的張車 我第一個是看馬表 是 每一台車不是有馬表嗎 對 那台車的馬表是六十七公里 幾乎是全新的 還是說他已經整個轉過一輪了 六十七公里 剛明到 那表現那小偷也才剛開走 沒多遠嘛對不對 那我問小偷說 這部車哪裡偷的 他說他在那個馬祖廟外面 那個廣場偷的 後來我也找到車主 那位車主是第一天買新車交車 然後第一個先買 買了新車交車以後去廟裡拜拜 他人在裡面拜 然後外面車子不見 我還以為是人家這邊辦抽獎 所以人多的地方 不一定是安全喔 對不對 因為我們台灣人買新車 都會習慣把他開去廟裡拜拜 求個香火啦 香火 然後 求一個平安府掛在車上 結果有平安府 當然沒地方掛 那個車子 這個車子都還不太認識 都還很陌生的時候 那個車主有告訴廟公說 我這個要掛哪裡 但是廟公告訴他更絕 廟公說你拜這個 神明我真的沒用 因為神明的金牌昨天被偷刮 神明都自身難保 我們針對他們的狀況來講 我沒關係啦 我當然 首先他們是住家 而且是一個單身女子住在外面 如果一個單身女子住在外面 你也要給他什麼樣的建議 讓他有什麼樣的防護措施 OK 住家的部分 尤其像單身女孩子 我常問抓到小豆的時候 我說你為什麼找這一戶下手 那麼他第一個先觀察的就是說 有時候會從陽台上去看 台灣人有時候買新房子 有人進去住的話 都會裝鐵窗 對啊 那麼如果沒有鐵窗的 大概是空戶 那麼鐵窗外面可能有陽台 你把衣服都會晾在那裡 那你掛幾件的內衣內褲 就知道他有男生幾個女生 所以我們要掛一些男生的內褲 甚至你的門口有鞋櫃 對 要放男生的鞋 那麼鞋櫃一打開 大概都是女生鞋櫃 找不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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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反正你都已經掛內褲 也放鞋 不如就包養一個嘛這樣子 OK 這是第一個 讓人家不要猜得透 你到底住多少人 對 從外觀不要第一個 因為小偷有時候 從小地方看大關鍵 我們有看到新聞報導 不是他們有做記號嗎 是不是有做記號 他們平常會去 譬如說去測試按電鈴 我要找易奕先生 他不住在這一戶喔 然後有按電鈴如果沒有人來回應 一直按一直按 他會知道時間 他會規劃 我們剛剛講的嘛 那麼事實上有很多的比例 我想切套案很多 剛剛住宅我們講 他女孩子住的話 那麼甚至全家住的話 不要從譬如說你的信箱 報紙已經塞三天了嘛 今天幾號 昨天幾號 前天幾號 那最後可能全家去... 塞滿了就知道沒有人在 對 你要叮嚀鄰居或是管理員 幫你把它收起來 或在那個信箱後面 因為原來是這樣 我以前一直是 反向思考 我就是把你塞滿 對啊 反正你看我塞滿這麼久了 大概這個人就不愛拿 但是他還是住在裡面 對 小偷應該很難理解你這種情況 對 我也覺得蠻難理解 蠻難理解 沒關係 小剛哥我懂 因為我比較陷入一點 然後這是女子 第一個 外觀不要讓人家知道 你住多少人 再來內部呢 我們要怎麼樣讓自己安全一點 其實現在一般的住家 比如說公寓大樓到兩扇門 那麼我大概全台灣民眾住的住宅 分為透天跟公寓大樓 是 那麼透天的房子 我們閩南話有一句話說 比如說我們看過廣告說 科技是來自人性 對 但是你房道一定要瞭解賊性 那麼所以說你們家裡的縫 哪個地方以你自己要當小偷 哪個地方你要走哪個位置 比如說你的防火象 你後面哪一個位置 我剛剛講的不然是透天咬 事實上你真的要做一點防護 你居家除了原來的門鎖以外 再增加一些防盜的障礙 是 因為小偷 小偷有兩個最怕 最怕什麼 快講 第一個小偷最怕光 第二個最怕聲音 這兩個聲音 對 後來我們家被偷到已經怕了 我媽媽出去就把燈打開 然後把收音機打開 感應燈 大賣場有賣很多感應燈 人出現才會 你只要走過來靠過來 你說你們家的騎手 常常發生機車被偷 你在上面裝一盞感應燈 那麼如果有人走過來 他就把他照著 那麼可能他還不敢 明目照著拿在那邊翹 他會裝作若無其事趕快離開 這個在我們統計裡面 它真的很有效 再來就是我剛剛講的聲響 因為聲音 發出聲音來的話 比如假設說你女孩子 你的房間 你的房間 比如說你的木板門 後面有鎖一串風林 雖然你在睡午覺在休息 但有人突然打開 那一串風林 震的那一下 第一個他要開門的人 他會嚇一跳 怎麼這麼大聲 那你在睡的人 你是不是聽到那個聲響 對 你會有警覺心 狂哭 這個對小偷有嚇阻 但是對你有保護 我剛剛講的聲音 就是一個是光 一個是聲音 光的聲音 養狗 對 養狗也是一種 但是要養這種狠的 要狠的 騎蛙蛙就不行 對 養騎蛙蛙 如果那狗都被摳了 瘋掉 教官其實我們還是盡量去做 就是光 對 跟聲音 然後 像他裝幾名連線 也是一個非常好 對 也是一個非常好 或者保全 對 對不對 這個 但是可能民眾還忽略掉 現在的警察的派出所 有一個服務 也就是說比如你舉家外出 你可以一通電話 那麼他會定時的規劃請募 可是這樣很恐怖 鏡鏡也會看 警察來巡邏 這一家 所以說還是不要弄牌 其實靠自己的一些 增加一些防備是最好的 而且我覺得像社區的管理員 尤其是那個是不是說 我們每個月交管理費 不都有管理員嗎 你仔細想一想 就是那個管理員大部分 年紀都還滿大 連我們家小朋友都打得過他 對啊 誰可能會贏 如果小偷來也跑不贏他 管理員他就是賀主 打聲賀主然後報警 重要是在賀主 沒有每一個管理員 他要賀主什麼 所以小偷來他就 放肆上的人 沒有 年紀大的管理員 他狂叫然後跑掉 他會叫 剛剛不是講光與聲音嗎 但你一叫他就慌 慌了 我的老到他叫大概就 你都聽不到 你這樣做 不是 你今天是來抬槓的 是嗎 不是 好 那剛才這個 謝教官講的是那個 這個屋子裡面住家 對 那車子怎麼防止他被偷 汽車 汽車這樣的一個交通工具 從以前研發出來 一直到現在 我覺得很有意思 我抓小偷我說 你為什麼都知道 這個車款的鑰匙怎麼都改了 你還做這樣的工具出來 因為我們落網抓到 有拿到工具 那他每年世貿不是有新車展嗎 對 他們也去看 我想你們都在看 辣妹嘛 他們在看那個車廂 亂講 我們在台上 我都看辣妹的胸部 我一直統計被愛特徵 所有的共同被愛特徵 我想依陣你也知道 這三位都有丟過 是 第一個我跟你們報告 你有沒有發覺小偷 小偷偷車的時候 小偷偷車的時候 他攜帶的行切工具不一樣 還有他的行切技術不一樣 我們有時候看到監視器拍到 有人幾秒就打開 對 有人開挖 挖了很多 挖了很久 技術不一樣 再來偷的車種不一樣 有人偷休旅車 有人偷鄉行車 有人偷賓士車 這麼多不一樣 你們什麼事情一樣 就是人偷的時候 你是不是不知道 對 所以說不知道是一樣 不知道 真的是不知道 你可能在聚會 你可能去找朋友聊天 你可能在餐廳吃飯 你可能在睡覺 那麼以現在的科技要做到 都有人在摸的第一秒 你就知道了 你會不會放在那裡偷 你有可能放在那裡偷嗎 他會啊 如果他太累 沒關係 保全顯 不會 繼續睡 一般之外 而且有時候明明裝的那個防盜器 你知道以前的防盜器很靈敏 對 還是有時候怕到自己把房子關掉 不是 因為怕不小心人家有一個 打車一過去 打車一過去 而且有的時候大型的車輛一過去 整排我好像看房子一樣 那經過他就叫 對啊 對啊 我那一看他一眼就叫 叫 有時候你下車這裡車門一關 旁邊兩排就叫 會啊 會啊 所以汽車要預防被偷 事實上就是說 你的防盜措施 你們剛剛講的那都是方法 但你們都用錯方法 是 你真正的方法 比如說 我們汽車是一個密閉空間 我們講門窗門窗 小偷不會從門或是從窗 有的人把門撬壞 有的人是把他窗戶撬破 是 這兩個位置進來 他終究還是要進來 是 但是我會發覺我們台灣一年機車丟十萬 十六萬輛 台灣 好大離比生意 那麼台灣的汽車一年 大概一定平均是丟五萬輛 就是我剛剛講這是 你可以上警政署 看得到這個資料 是 但是我又會發覺最近有個隱憂 因為事實上現在的青少年 他不會把你整台偷走 他會把你玻璃撬破 然後偷你音響 偷你的零錢 偷你的汽車 那麼我剛剛講的那個五萬輛 是全部失洩的數字 還不包括被撬玻璃 你說的五萬輛是整台偷走 對 整台偷走 那麼撬玻璃大概是他的三倍 十五萬 所以你防盜是要全方位 因為往往以前 我相信你們應該看過 教官我有一次 在法院開過一支懸賞一百萬的手 對 廠商說這個打開一百萬 我去開十秒就把它打開了 特別是台灣的嗎 從事以後你們不是 都變成了冤家了嗎 那麼我現在還講的是說 我為什麼會開這支鎖 我怎麼會 我不是天生我就會開鎖 是小偷告訴我 說那個從哪一個利益 你知道嗎 去之前你就做了功課了 對 那我就很讚佩說 為什麼我在警察工作 可以接觸這麼多的各種的小偷 這一票都偷冰室 這一票偷冰室 所以我現在是 真的 教官雖然已經很多問題 你才幫我問一下 那偷冰室的新鎖 可能還有聯絡 剛剛說到家居的小偷 他們怕光跟怕聲音 對 那偷車的小偷 我目前這個淺顯的一個意見是 他們是很怕時間拖太久 對 對不對 他們是時間是金錢 對 沒錯 那所以說那坊間就出現了 很多很多的大鎖 比如說像那種最普通的 這一種的 一般的 對 然後像這種是鎖方向盤的 那種只能自我安慰 所以簡稱叫自衛 自衛 那後來發展成這樣 這個應該比較難 這個也很容易就可以破解了嗎 這種事實上 比如我 我一直強調說 我很讚佩外國人他們研究科技 中國人研究體力 是 怎麼說呢 少林寺研究了50年 說少林第一 對 俄美人也說他是第一 是 武當也說他是第一 是 但外國人拿一把槍說 你們是第一手 一槍就斃命了 星海羅牌那個 星海羅牌 那你要知道 有時候現在的科技 真的不得不得 不由我們佩服 佩服 人跑不過子彈 這是事實 好 我現在問你 你要偷一部車 你要不要進入車子裡面 有 你看到音響看得到 你看到靈檢看得到 你看到回溯票看得到 但你手要不要伸進去 有 有 這手一移動 超音波就把你定位了 然後自動 把這個訊息 一秒就傳給車主 是 比如說我今天 我去大賣場 是 我是不是推著手推車 是 好 我推著手推車 我去買東西 是 那我是不是把車門關起來了 甚至我不關喔 對 比如說你現在看 我們方法板是不是遠的 是 全世界只分左邊跟右邊 對 因為我沒關 他就會再提醒我 我沒有關嘛 那我壓回去 我壓上去 我已經停車把方法板壓上去了 那這時候我身上的這個接收器 就類似我們手機有五個 你有看到吧 有 手機有五個 五個 他就告訴我說 現在訊息已經啟動 是 20秒後 假設這個地方是汽車的方向盤 好 那這個地方 比如說這個地方有限鏡 你的儀表板上面有限鏡 是 比如我哪一張限鏡放這裡 是 待會兒 帶這麼多錢 小心喔 好 他已經啟動了 我不能動喔 比如我這 應該你動 我也不動 手都還沒出來了 對啊 你看他他告訴你車人被擺開了 要是都被擺開了 他周圍大概有一個距離是 你們都不能動 都不能動 不要動 我們都不能動喔 我也不行嗎 我只... 你那裡可以 這是車內 我這裡在移動 我這裡...比如我身體在移動 我想拿這個錢 他是超音摸魚 把你定住了 那很棒 滿好的 這裡呢 只有一個小偷 對...小偷 我們是這裡的小偷 有...有動畫 要告訴你 已經有小偷在車內了 入侵 那小偷如果再想去哪兒 是 再想去哪兒 我平常再摔 又叫 他又告訴你 是 那我已經知道了對不對 對 你先幫我拿給他 我先把他關掉 對 你再不關掉我快崩潰了 因為只... 因為只要我們... 只要我們再動 他一起再叫 是 好 那我現在告訴你 我剛剛講的 第一個小偷偷車的技術不一樣 是 偷車的工具不一樣 是 所有不一樣的地方植物 我們不知道嘛 那如果你在第一秒 有人動了你就知道 你可能放在那偷嗎 不可能 不會... 你馬上跑去車上問他說 大哥你還要忙多久 對 他要怎麼偷走你的車 對 那他設計的難度就是說 至少要讓他在那邊幹了 三十分以上 可是要拖延那個時間 我們以一個消極的講法來講 這種東西呢 確實有用 只是在於拖延那個歹徒作案的時間 對 但是在這個... 大家要知道 偷車賊 大家不要說 這沒用啊 我就不鎖了 其實你鎖兩三個還是有用 還是有用 因為他沒有辦法在一台車上 花那麼長的時間 對 你事前...與其事前用一點心 是 與其做一點點功課 是 那你選對好的東西 我是事後傷心 對 你學會... 你押韻這個角色 今天今天教官一來 都會有過年差 好厲害喔 大家過年來賣春聯啊 要不要 OK 好 今天我們現在要 今天要選出我們這個 這一集裡面的 最衰王 今天最衰王的重點是 被偷的時候 到底表現得如何 如果表現得非常好 在他被偷的故事中 表現很好 我們就要選他為 被偷王 首先 從大餅開始 認為大餅 是衰王的 請舉牌 對 隔天 上門的顧客來問我說 那個報紙為什麼寫的 沒一家都不一樣 我還跟他講說 這一家寫的比較好 但精采的話要看這一家的報紙 那不太一樣 好 第二個 我們先從男生好 OK 認為依正的請舉牌 這麼看好我 他很衰 你那個太笨了嘛 怎麼第一次被偷拿來做口碑 第二次來給人家錢 我是覺得依正 是莫可奈何 一點辦法都沒有 完全是處於被動狀態 好 可是你不是說要選在裡面 表現很好的嗎 對 他表現不錯 又奉上一筆錢給人家了 表現很好 我想你們是 抱著幸災樂果的經驗學 福心的啦 對不對 好啦 認為學姐 楊逸晶的請舉牌 問不舉了 你要不要再一次機會 我舉啊 你不知道我比誰 不舉了啦 你還不舉 你再問他一下 你再舉起來 認為楊秀慧 請舉牌 恭喜 謝謝 我再補充一點 我的車不是沒有被偷耶 是 是有一次啊 我剛好睡不著覺 半夜已經十二點多 在陽台看來看去 我的車子停在對面喔 有一個男的喔 這邊高高低低 借了 這邊一直看 謝謝 你已經得獎了 不是 得獎再附送一個嘛 對不對 然後喔 那個喔 那個小偷就在我車子旁邊 就走來走去 然後高高低低一直在那邊看 我看不對勁 他手已經開始要摸囉 因為我們要知道 他有沒有偷嘛 我們才能對他怎麼樣嘛 你也許人家路過你 你要給人家喊嗎 對不對 然後我說 欸 先生 你想要做什麼 他不理我耶 他繼續摸那個車子耶 他聽到了 不是 因為以前那個車子 是不是拿在三天啊 衣架 衣架是不是穿進去就可以了 那個門就會開了 對啊 老大姐 我們先走了 拜拜 我們要三天了 那我就是看 沒關係 他走你繼續 對啊 那結果他還是不怕我 他還是沒走掉喔 我說你不要走喔 我要靠去報警 我就去我家客廳 拿著無線電話 喂 林船派出手 我告訴你喔 我叫何將接喔 我還車喔 我姐來穿了喔 他就真的跑了 真的 他看到你打電話他才跑 對 你是開車牌嗎 沒有 用手的 真的 他只走巷子就走 好啦 真的 謝謝 今天還是恭喜你了 恭喜你喔 謝謝 但是我們還是送你一個 謝謝 希望你以後跟這種事情都絕緣 對 楊阿說再見 這一年也很喜歡 謝謝教官 給我們這麼多的一些 防盜的知識 希望大家都有一個平安的日子 好不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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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高一點 謝謝 他抓絕對著一遺二環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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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想人家 有 人家很想你喔 想死 真的 到現在還是最喜歡她 以後呢 繼續喜歡 不怕緋聞怎麼傳 就是喜歡愛 還在願意 背 千萬 背 年年是不是快跌倒 然後浮到小馬的頭 頭過去 剛剛頭去接手喔 預備 開始 不經意 要跌倒